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件事情出现在昨天星期一的晚上 他是在林德尔在这个班农的节目上 非常兴奋的披露 在佐治亚州的有关倒霉你投票机的案子当中 林德尔获得了一种 就是相当意想不到的一种决定性的胜利 那因为林德尔现在负债 那几乎他是破产 他就破产了 那他的生意 他的枕头生意全都完蛋了 那而又面临着巨大的司法的case 两个巨大司法case 一个是叫smart什么东西 另外一个是倒霉你投票机 他们是母子公司 就是smart是倒霉你投票机的母公司 状告林德尔在2020年大选期间 对投票机的所有的这些指控 被他们称为叫一种非法指控 或者说是一种叫做欺诈诬陷去指控 那加起来两个公司加起来呢 对林德尔惩罚大概20多亿 23亿 那公司就肯定完了 他公司破产 这东西就没了 那因为个人资产跟这个公司资产是切开的 那基本上他的背景概念是这么个概念 那但是呢在几个州地方呢 林德尔同样都有法密case 还没有打完 那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有关人家状告他这个诬陷吧 是林德尔有计划有预谋 有有有行动 对这个倒霉你投票机进行诬告 欺诈诬告 那林德尔当然就不服 所以这就牵扯到一个阴谋论的问题 对吧 那阴谋论的问题就是说 有有阴谋有计划 那联邦政府在告川普的案子当中 也是这个问题 就是你必须要确定他是有阴谋的 阴谋推翻美国合法的选举结果 在自己承认这个选举结果的背景之下 那这是一个阴谋 所以对阴谋的诠释 那法庭法官呢就要能够识别他是不是阴谋 那作为状告一方呢 一定给他塑造成阴谋 所以就听起来就这样 那林德尔这个case呢是类似的 就是投票机必须 他的他的法律顾问必须证明 林德尔是蓄意阴谋 在承认在实际承认大选结果的背景之下 阴谋推翻选举结果 而且把这份阴谋推翻落在了投票机身上 那在这个在同样的case当中呢 我们知道这个福克斯的投降赔了七点多亿呢 就是被倒霉你投票机的律师拿到了他们内部的对话 卡尔松内部的对话跟在电视节目上对话中间有差距 所以人家就说你在电视节目上肯定是欺诈 就是这样 那他引用的是当时呢 卡尔松他们等人在底下认为川普的做法是不合适的 所以当时引用的借口是这个 那也就福克斯就投降了 那在这个目前的背景之下呢 他要证明林德尔说他承认投票结果 so far到目前我觉得蛮难的 因为林德尔是在这几个人当中 非常坚持非常独立的这么一个人 那他他自己造成损失也是最大 因为他枕头的生意每年上亿 所以他就然后在出事之后呢 在相应的背景之下 出事之后呢 从沃尔玛 主要是沃尔玛亚马逊切断了他的供货 就是不再卖他的货了 而他自己呢 在当时的枕头在沃尔玛是第一党最好的 法官做出巨大裁决 林德尔承诺要把有关他认为的真相要完全曝光 他认为的真相就是与投票机有关的真相 所以变成林德尔呢就是根本就不管 反正已经破产 我就这么干了 对不对 那你给我一分钱没有了 无所谓 公司倒了就倒了 林德尔承诺 佐治亚州的新裁决将使得他揭露一切 像他这样声称选举欺诈的人为他们辩护 所以当时讲的就是选举欺诈的问题 选举欺诈投票机 扮有重要的角色 所以他要求用纸张投票 这是他提出来的 昨天晚上在班农的博客中 他讲述这一切 法官打开了没人再能关上的门 这是他讲的 而这件事情是由奥巴马任命的地区法官 叫艾米做出的裁决 批准对一场长期诉讼进行法官的审判 有关佐治亚州的电子投票机的问题 他直接支持了首印的选举 所以这就是在佐治亚州将出现改变 支持首印就是纸张选举 那对有关投票机的投票呢 法官提出了裁决之意 就是他有着巨大的漏洞 这是被2024年大选奠定了非常大的一个基础 因为有些州呢 他不敢 我注意到是应该是亚利桑那州 亚利桑那州的总检察长拒绝使用纸张 这个 这个 加州也拒绝使用纸张 颁布了法律 但是呢 如果佐治亚州地方法官颁布了这项判决书 那将直接会影响那些地区 因为他是等同州与州的 选举是在州嘛 但法官的判决就是判决了 他会引用相应的案子 有人如果去告的话 肯定会有影响 然后林德尔庆祝了这个人叫 这个法官的判决 就是艾米的判决 该裁决拒绝了该州要求他 根据案子的特点和事实进行裁决 未经审判 他必须要经过审判 所以在状告林德尔的人说 不需审判 做出裁决就得了 但是法官不干 林德尔对法官在裁决中的一个背书 非常感兴趣 背书说 该案的证据 并不表明原告是任何种类的阴谋理论家 原告就是林德尔 在美国一些先进的网络安全专家 跟计算机专家提供的证据表明 佐治亚州的投票系统 对选民投票和准确的 准确的计票的宪法权利构成威胁 这个话是非常非常严重 对吧 用的是倒民进的投票机 裁决就是对选民的投票 和计票的准确性构成宪法威胁 那就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裁决 所有用这些机器的都将出现麻烦 那对这个对林德尔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一个一个正面 因为法官就是法官 那美国的司法系统也是有着这样的做法 历史上的裁决 法官裁决成为后面的案子的背书的一个关键 林德尔卷入了昂贵的诽谤诉讼案 他声称倒民进投票机跟smartmatic 导致了全民欺诈 那而佐治亚使用的是这个倒民进投票机 那任何质疑选举或选举机器的人 都不是阴谋者 林德尔在推特上这么讲述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说法 因为这个巨大的说法很具有代表性 就把整个2020年有关投票机的问题 投票机欺诈的问题 就放在了一个最关键的位置上 这有可能会翻盘的 你比如说如果按照现在的状况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根据这项法律裁决 那以他众议院监督的身份 那来调查投票机系统 那是可以的 那完全是完全可以的 因为那作为监督概念 执行宪法的法律的 这个公民的投票权的正当性 那是议会是有这个权利 他在班农节目中回应了相应的说法 戴了一个铝帽子 然后把它摘起来 说法官说我们不再是阴谋家了 赞美主 所以一直把2020年大选的问题 当成是一种阴谋推翻的问题 阴谋推翻的问题 那这个帛律的帽子 通常被象征是阴谋者 偏吃狂 那如果佐治亚的投票系统 判决推翻电子选票的使用的话 是过去三年来最大突破之一 这是真的 非常大突破 这是法官说的 如果你质疑机器 你不是一个阴谋者 机器存有漏洞跟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自由派的 那而法官的办公室 拒绝评价新闻周刊的评论 我们用的是新闻周刊内容 那而林德尔在星期说 公众对要求这次令人震惊的审判 会继续进行的 2024年1月份 2024年1月9号 最终的判决之期 所以2024年1月9号最终判决 很显然将对2024年大选产生深刻的影响 因为他否定投票机的话 质疑投票机的话 将完全就是现在的各州 我相信都要提出 都必须面对这个审判结果 那你如何定位进行投票 在一些有初选的州 恐怕就必须考虑 是否他们再使用 倒霉你投票机 因为美国地区法官 已经做出了裁决 感谢观众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